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3年的6月29号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今天也是哈季节 那么在这里呢 祝大家哈季节快乐 安华呢 他做了首相呢 他已经第六次来槟城 今天安华也是在槟城 所以呢 我也跑来的槟城 这几天呢 会在这个槟城呢 休息一下哈 那今天 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呢 就是这个老马 所以来到槟城呢 真的是 想起这个昨天啊 昨天老马讲的东西啊 哎呀这个真的是 不讲也不可以啊 老马昨天开记者会呢 又来讲那个很极端很极端的东西啊 他昨天的记者会呢 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一句话呢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重点呢 就是呢 他说这个马来西亚呢 种族之间的那个财富分配不均衡 在他的眼中呢 马来西亚只有两种人 一种叫马来人 一种叫 喵塔塔 外来人 啊 就算你华人拿着 IC IC上面写着 Waga Nagara Malaysia 在老马的眼中呢 你也是喵塔塔 你也是外人 啊 所以 老马呢 他一直在分裂这个国家 所以他这一次讲的东西呢 其实满眼中一下的就是呢 他讲说这个马来人呢 跟这个华人呢他们的财富不平衡呢 就会种族暴乱 就会种族暴乱 那么这里呢 我先反驳这个老马的一点啊 那么我老马讲嘛 你说马来人没有钱 华人有钱就会种族暴乱 那么我讲下去暴乱了之后呢 so after 暴乱了之后 怎样 你就会变有钱啊 啊 抢了杀了烧了过后怎样 好像印尼这样啊 印尼也是曾经出现过那种种族 极端的那个政客啊 叫他们啊 去抢去暴乱去杀去烧 烧了之后呢 但马不是一样加摩托 马不是一样 生活没有改变啊 所以这里呢 这个老马这种人呢 就是一句话 你讲你很好 你讲你是马来人的首相 你做到很好 为什么你做了22年呢 现在你自己讲的 你自己讲 马来人没有钱 华人有钱哦 你自己讲的哦 这样你做22年首相 那你做的什么东西 浪费 简直就是浪费 简直就是骗人的 所以他们这种种族 主义政客是这样子 他自己做不好的 他就讲别人坏了 所以我说每次啦 火箭很坏 新加坡很坏 华人很坏 昨天也是大骂美国 美国很坏 然后也大骂那个LGBT LGBT很坏 通通人家坏 他没有坏 他自己插 自己不会做 自己烂 他不讲 通通别人害的 是不是 那么这里呢 是槟城的这个 Strakes Key 因为我今天刚刚到这里 这个楼下很多人 所以我在这个楼上 给大家拍摄 然后这个Strakes Key 是槟城新建好的 一个高档的社区 这里非常多 那个Jibbar 来到这个地方呢 这里就是走新币 这里没有马币 这里是新加坡Dollar 新加坡Dollar 在这里生活过的不好 你要USDollar 你要那个美金 美金 才是这里的那个REC 其实没有这样贵啦 其实没有这样贵啦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这个 槟城的这个Strakes Key 这里 这里呢 吃呢 完全没问题 什么都有 有很好喝的下午茶 有各种的酒 各种的美食 通通都有 实际上也没有这样贵 绝对消费得起 所以呢 这里这个就是槟城 大家可以很自由的 做自己的生意嘛 所以呢 你看 给老马这种人呢 在那边讲 他讲说 马来人没有钱 华人有钱 那么这里呢 我必须讲清楚一个东西啊 财富的积累呢 不是三天两天可以来的 知道吗 他天天讲马来人是积善 老马讲的是错的哈 马来人是很有钱的哈 不信你们来冰城Strakes Key 看一下 那些 里面有没有马来人在那边 非常多马来人啊 跟你讲啊 马来人没有钱啊 你是没有来冰城Strakes Key 看啊 其实整体来讲呢 财富的积累呢 是来自那个基础嘛 你基础不好嘛 就好像我都讲过 我的原生家庭 我的家庭基础不好 我不像你们这样子 爸爸留东西给你们 妈妈留东西给你们 婆婆留东西给你们 公公留东西给你们 我都几羡目啊 我没有啊 不但没有啊 还留了一大堆 那个负面的东西啊 你看 所以呢 你看我要花十年二十年 自己去走 自己去喷钉子 自己赚到头破血流 这样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这个财富 这样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上课 不断的找方法 不断的找道路 才找到这个答案 所以呢 财富的积累呢 是每个人呢 一点一滴努力来的 像老马这样讲啊 包乱啊 包乱 抢了 烧了 烧了之后 你不能够sustainability 财富呢 是一个sustainability 它是一个稳定的 有钱人 不是说 今天呢 我偷了 我抢了 100万 也是花关的 跟你讲 100万很小罢了 跟你讲啊 现在的时代 两三下就花完了咯 而是呢 你能不能够持续永恒的 有这个收入 去赚这个钱 能不能够那个财富呢 是稳定的 那个稳稳的 所以呢 你看很多马来人呢 我讲那些出身不好的 在我们城市的 我们看到嘛 他们自己 架那个grab 不要打工嘛 去送餐嘛 送餐就是一个呢 他有机会 他一天呢 一天呢 赚五六十 有些一天赚两三百 一个月呢 赚十钱 他可以改变他的命运 他可以靠他的努力 他有做 就有 越努力呢 他就越有钱 每个人都一样 当他今天去送餐的时候 你不管他是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那个我们的那些 Vumiputra 当他们多家出去 就有收入了 而是一点一滴的 做出来 不是在那边什么 种族暴乱 种族暴乱呢 你抢了一笔钱呢 过不久 你又吃完了 吃完了又怎样 抢美国人是吗 抢新加坡是吗 所以老马大错的错跟你讲 然后这个老马 老马他还以为 他还讲呢 他讲外国人以为呢 老马还是马来西亚首相 马来西亚呢 没有其他首相 外国人的眼中呢 老马是马来西亚的首相 他还以为马来西亚是他一个人的 他一个人的国家 马来西亚三千万的人民 只有他一个人才是人 通通都是韭菜 真的是很过分啊 然后呢 昨天也顺便 怪火箭 他讲呢 现在这个首相呢 一点都没有用 全部给火箭牵着壁子走啊 火箭叫他去那里 他就去那里啊 他根本就是火箭的那个奴隶 是火箭的奴才啊 他壁子给火箭勾啊 然后他还讲呢 这些外来者啊 要把马来西亚的名字改掉啊 要改掉马来西亚的名字啊 所以呢你看 真的不明白呢 他为什么呢 整天讲这个东西 但马来西亚呢 我跟你讲 我真心话 马来西亚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跟所有的民族 我们要过上好生活 我们要 我们要过 最起码我们过一个好的生活呢 最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可怕断 种族合作 你家庭医院的嘛 兄弟姐妹打到乱 吵到乱啊 那个姨妈姑娘 整天打架 天天吵架 天天上Facebook 你的家庭怎样 会过上好生活 我问你 你看那些兄弟姐妹 多合作 姨妈姑娘 多合作的家庭啊 就算没有什么钱啊 都过上很好的生活啊 所以马来西亚呢 要变好呢 就是我们 国家的 所有的民族 阿邦阿德呢 我们一定要合作 不可以分裂 没有分裂 没有吵架 兄弟姐妹不可以吵架的 一吵架呢 就是完蛋了 但是老马呢 就偏偏叫我们的要吵架 哥哥弟弟要吵架 姨妈跟姑娘要吵架 所以呢 什么人呢 可以来阻止老马一下 所以我花这么多时间跟大家解释 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不可以再听老马的话了 我们呢 所有的民族一定要合作 所有民族合作呢 我们才会过上好的生活 你马来人开店做生意呢 反正不是我们华人顾客 我们华人跟你买东西 要的嘛 你华人做生意 也是卖给马来人嘛 大家互相互退互利嘛 兄弟合作呢 国家才会强盛嘛 大家才会过上好生活嘛 所以老马呢 停止分裂马来西亚 他真的是在分裂我们的国家 他真的是最大恶解 自己做不好 就来呢 搞内乱搞分裂 他想把马来西亚变两个国家 对不对 好啦 针对老马呢 又来风言风语呢 各位观众朋友 有什么心理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